大家好 我们这个星期天就准备举办一个南斗朝斗法会 来帮助大家 消灾眼寿 增福增寿 增吉祥 那么为什么要重视这个南斗 所以是重视这个南斗的朝斗法会 所以是在这里给大家讲讲它的原理 这个今天的无论佛教道教都走入了一个迷信的一个怪圈 很多人以为就是因为信要有这个信仰 所以是才要参加这个法会 实际上这个要知道它的实相是怎么回事 我们人活着就是一口气 这口气原本来自父母给我们的阴阳交合的先天气 那么后来我们这个出胎以后 来到这个世间 那么又秉承着天地气 天气下降地气上升 万物生严 化严 寓言 所以是这个生育养育都是要靠这口气 所以是那么凡夫也好 你是修道者也好 都是要练这口气 然后凡夫呢 要传好这口后天的呼吸器 也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修炼者 那么也是要重视借这个后天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人要合上去 不但要传好后天这口凡夫气 还要练先天意气 就是从天地得天的先天气 地的先天气 来使我们的人的先天气回补 人的先天气回补到体内呢 那么你就可以增加自己的重量 这个重量就是能量的这个重量 否则的话 这个先天气的这个能量消耗光了以后 寿命也就没有了 所以是那么这就是什么返还先天 这个返本还原之道 长生九世之道所必须要重视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六月初一到初六这个时间 要来重视这口气呢 实际上什么时间都应该重视 而是这个时候的天时 也就是天上的六斗星 天上有六斗 七斗 四斗 三斗 中斗 五斗 总共位列我们天天体的四方 那么在六月初一到初六 这六斗星和我们地球的这个时空相接 那么是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天时 所以说我们选在这个时间和天上的这个六斗星相应 这个古人叫天人合一的这个智慧 那么这个时候借天的这个六斗里面释放出来的这个波 这个能量波 这就是六斗的先天气 那么这个时候在地球这个这个时空上面呢 进入了六月份 六月份是魏 五魏 五是五月初五 我们是利用的火 那么到了六月初六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五火 那么归土 归中 所以是魏是属土的 五是属火的 那么火生土 所以这样助力我们回到中宫 人体的中宫 这个属土 那么地这个时候 地火 地上的火也归土 那么天火 也归这个天的这个六 也是也是土 所以是这样的话 这个三个土合一 天土地土人土合一 天意地的意 人的意念合一 那么借助这个 这个天时地利 人合上去以后 这个时候 对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火 归土归中 就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 这个火和我们人体有什么关系呢 说这个在天上叫火得星君嘛 这个我们这个气怎么生成的 人体你的气怎么生成的 那地球上这个气 云要下雨露 这个从天上降甘霖 降雨露 它这个怎么生成的这个雨露啊 所以是靠太阳 靠地球里面的这个地火 大家知道火山啊 地球和地球这个地壳下面都有这个火啊 那这个靠这个地火和天火 那么把这个这个地表上的水 那么蒸发生成的气啊 生成的气流动在空间叫风 而是要重视体外风水 体内风水 实际上这个风就是活气 流动的气 那么这个就是说 那么地球上的活气 这个流动的气 活泼的气 鲜活的气 那它也是靠这个天火 地火蒸发水啊 这个就像蒸馒头一样 要利用蒸气 锅下面要加上火 上面加上水 水蒸气升起来 人体的这个气啊 借助后天的呼吸气 练先天气 先天真一元气 真一能量 那么靠的是什么 靠的体内的火和体内的水 所以是那这个体内的火 归土归中 然后使自己的这个天地合 然后这个天上呢 是这个在人体内是白菩提 是来自腹精 这个部分的能量精华的汇集 下腹腔是红菩提 是来自母亲 通过这个母血 给我们汇集的这个精华 那么在这个六月 初一到初六这几天 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火 和天火地火相应 都归中土 归人体的中宫 那中宫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变形解 它就是可以瞬间 遍布我们身体全身的 传输能量 吸收能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窍 窍学这么一个关键的窍 又叫玄平之地 这个又叫玄平门 所以是那么在这个时候 借助天时地利 在我们人合上去 那么就可以很好地把体内 每一个细胞里的火 激活 然后呢 使每个细胞里的细胞液 这个水 有这个内在的 在核心里的火 中宫火 核心的火 来瞬间 向四面八方的水 水火来合 那么就会形成这个透明的 这种真一能量 真一之气 所以是大家要 抛弃这个迷信的概念 我信南斗 我信北斗 不是 这个纯然是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 天人合一的 古代大智慧的一个妙用 那么一年之中 就这么几天时间 相应起来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合上去 那你这个变化 就是比你练整年都好 就这六天你合上去 所以是 那么这个古人 他没有这个玩玄虚的东西 都是对大家有用的东西 叫实相 要见实相 抛开对人的迷信 对这个宗教的迷信 对帮派的迷信 甚至对一些 这个什么的迷信 都把它抛开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 时间 这个时空 特殊的时空 办法会呢 这个为什么能够 这种法会 朝抖 离抖 然后能够解恶 恶是什么 恶是恶难 又叫阻恶 阻恶就是业障 就是这个 这个业障来自哪 业障 都是通过我们体内的DNA 全息 携带在我们的肉身上的 携带在肉身上以后 它叫业结气 又叫业力的气 这种气呢 在体内的 这个六个脉轮 或者七个脉轮 还有一些各个血窍 它就打结 它跟这个 就叫不顺 因为它里面有怨恨 有怨气 那么所以这些业结气 怎么样才能使得顺呢 唯有真火和真水 合了以后的水火机器 形成了这股透亮的真气 才能够使天地和解 使所有的体内的 这个业力气得到净化 业力气净化了 它就没有这个气结了 没有解结了 那么所以说 那么这个 在体内的这个脉道里面 经络里的这个气 穴道里的气 它这个结就解开了 这个结解开了以后呢 这个就没有阻碍了 就顺了 所以我们要想外面的事情顺 家庭顺 这个自己的生意顺 孩子们这个都有出血 这个五福临门 增福增寿 增吉祥 那么还有解恶难 那么这个 接受这个法会 这个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再加上这个六道众生的和 加上这个四圣法界的师父们 在我们这个道家里面 讲到天尊 天仙 这个还有这个 所有的天龙八部神明 那么还有这个六道的 所有众生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个来共同参加这个法会 都把那道脉 体内的契合了 业力释放了 怨气释放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起到神效 神俗的效果 就瞬间 健康好了 事业顺了 所求满愿了 所以是 为什么要借这样的特殊的 因为这个一年 只有这样的六天的天时 天时 地 我们在地球上 这个刚才说地火 灰中 灰土 那么人合不合 人现在是 都是愚昧了 就是外求了 不重视这个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合 这么一个好的时间空间 被凑过了 年年凑过了 结果业力气 大量的堆积 越堆积越厚 所以是 事业越来越不顺 家庭越来越不顺 所求都不能顺随 所以是 古代呢 通过这个 这个特殊时空 我们来朝抖 离抖 请降 请圣 降圣 那么这样的话 和六道众生 和天道众生 和这个 四生法界的 成道的师父们 那么来相和 这个 这个时候 共同解冤结 所以你们看到 六斗真经里面提到 可以解这个宫 那个宫 福德宫 什么福奇宫 什么各个宫里的 这个愿结 这不是一个 迷信的问题 它是 它是真能结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忙 也要做这个法会 那这个不是为了 做法会而做法会 是借助这个 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 来解怨结 来和体内体外的 气 那包括天地 都要借助我们 这个道场 借助这个人 那么天地的 这个天中八部 六道众生 都要借这个时间空间 来跟大家和 来跟众生和 众生一滩和气 那么一滩和气 天清地灵 万物涌畅 因为这是一种 透明的德气 透明的德气 那么对众生 六道众生 都有帮助 所以我们这个 还是开 这个海陆空 普渡 超渡大法会 那么今天借这个时间呢 给大家录了几个音频 那么目的就是 要重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作为一个 有狭满的人生的众生 我们实在是有福 我们体内天然 就带着这样的 一些这个天和地 这样的可以和的 这样的一个全息的 这么一个器皿 这是宝贵的一个宝器 再到之气 特别是我们和家人 都要重视起来 借着这个特殊的时间 空间 那么我们这个 再忙抽时间 特别考虑到 不是六月初六 在六月初二办法会 就是为了顺应大家 能够使更多的人 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要做功德主 积极地行动起来 那么这个 让自己的后天主观意识 得到这个认知 配合上去 那么实际上 都是为大家好 都是为你家人好 都是为你孩子好 但是我们要想 自己的家人好 孩子好 我们要回向功德给他们 不是你烧了多少纸给他们 不是你供了多少物品 药品给 给多发传 而是要帮普劳大众 普劳大众都很苦 也都需要借着我们 这个时间空间 量子纠缠的原理 来到这个时间空间 我们这个普 普施嘛 普度 普度就是不是只度自己 家人只度自己有缘 众生 无缘的也要度 在这样的大前提 我们这个 这个大众 圣众们凑在一块 办这个大法会的意义 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大家要在空性中 发大悲心 不单是考虑到自己的家人 还要为广大的普劳大众 去着想 去普度这些众生 好 希望大家呢 这个 在空性中发起大悲心 那么去帮助 广大圆满的众生 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们自己的人生 才能广大圆满 晚 才能顺顺利利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那么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这个玄陵道观 玄陵道观 已经是在进入这个装修期 那么争取这个在六月 这个印第六月份能够启用 所以这也是大家的功德 这个帮助买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才有这样的福报来建这个道观 那么有一些同修之前问 这个能不能赞助装修费 赞助圣像 赞助这个 这个 整个的这个道观 这个项目 他就是 那么大家有意向的 可以跟这个各地负责人联系一下 那这个新加坡可以跟云玲啊 苏小姐啊 那么就是乐捐啊 帮助道观装修 请圣像啊 这个庄严道场啊 这些啊 这个供养灯竹这些 那么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愿望的 可以跟这个 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的 你们可以跟美猪联系啊 台湾的可以跟御方联系啊 那么加拿大的可以跟思雨啊 这样联系 美国的 这个也可以跟美国的负责人啊 你们这个 或者云玲来联系 嗯 这个随起大家的功德啊 这个尤其在这个六斗 火德兴卷 火是礼得 是尊备 这个要降临 这个 他的时空场要降临下来的 这个特殊的这个时间 嗯 嗯 那这个功德的意义是很大的 啊 我们只有功德圆满 才能够呃 呃 此生成真 成圣 成佛 啊 啊 好 随起大家的功德啊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 无量